负责国会维安的保六总队一大早大批人马出动 拿出金属探测器仔细检查立院周边 就连花圃草丛都不放过 每周二五隔魁城建人道立院被巡 警政署出动特种警备车与防爆车待命 尤其近日不少立委们都收到炸弹威胁 昨天收到冒用陈其迈姓名 今天早上八点多又再一次收到 我们的打炸国家队真的有需要来加强 那这一次我们收到的 他是故意写错我的名字 那也有可能是小粉红的行为 沈柏阳直播中遭到留言威胁 吴立华更连两天都收到 冒名陈其迈的恐吓信 立委王美惠也收到来自同账号的信件 就连立法院副院长江启成 也连收三封勒索2000万 否则放炸弹的邮件 加上日前的黄杰罗志强 以及给罗志强信件中提到的韩国瑜 短短一周就有七位立委受到威胁 我们实际上已经掌握部分的个案 他的这个IP是来自境外 而且我们透过了国际合作 也已经掌握了拥有这个IP的个人 刑事局调查发现 依据犯罪手法以及用语习惯 可确认近期多起网路恐吓案件 都是同一人犯案 确认犯嫌实际所在位置在中国 我想在第一时间我们警政署就下令 加强相关警觉的一个活动 包括场所还有这个委员的一个 个人人身安全 立法院维安大升级全院区包括受口 和立委的服务处住家通通加强巡逻 不让国会任何人的安全再受威胁 近期闻的聆听黄平安 参谎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